南非年花永元问的 顶礼师尊师母 他问的是网工话 搬家的时候可以直接把网工 拆下来安在新的家吗 拆下跟安在新家时 需要什么仪式吗 还是说拆下来安在新家 钱先修法在安 还是说搬家时把网工拆下来丢掉 再买新的网工 重新修法在安在新家 感恩阿弥陀佛 他说把旧家的网工拆下来安在新家 告诉你 基于我所知道的网工法 是一个相结法 相结 也就是这个房子洪水不好 有需要改正的地方 那你用网工法呢 就是用天衣神水 天衣神水 就是无根水 天上掉下来的雨 在网工上面就变成天衣神水 那么镇住了这个房子的煞 跟不好的洪水 跟不好的洪水全部可以解除掉 这是属于一种相结法 那你搬那家 你就不用再管那个网工了 因为那个只是正这个房子了 你新家 那说不定你新家 洪水很好 你不用网工啊 新家如果 洪水也不好 你也不要去搬 搬到不好洪水的地方 那你要保证你安全 你就在修一个网工法嘛 一个网工多少钱啊 你还要把这个网工 把屋顶的网工拿下来 搬到新的家的网 变成那个网工 对不对 所以你搬到新的家 你觉得必须要也要正煞 那你再用网工法 在你的屋顶上面 做一个网工法 一样的 就是用天衣神水 那修法的移轨是一样的 重新再修法 安在新家 买一个新的网工嘛 一个网工多少钱啊 你难道那个 安的那个网工就那么珍贵 还要办 把那个网工去把它拿下来 再换到新的家吗 这是南非莲花永远问的 那现在已经回答你了啊 小伙子 没适应 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